腎病 腎病的其中一個很主要的成因就是糖尿病 大概有三至四成的病人會發展成為腎病 今天很開心請到腎科團隊主席何仲平醫生跟我們說一下 何醫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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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想問何醫生 其實有沒有說為何會發展成為糖尿腎病變 第一件事你有糖尿病先 沒有糖尿病那個不叫糖尿腎病 但有一件事就是糖尿病現在香港越來越高 其實不止香港 整個亞洲都是 可能因為生活好了 吃的東西又多了 運動又少了 所以糖尿病越來越多 隨著時間的推移的時候 糖尿病最重要影響血管 大家記住 糖尿病影響血管 哪有血管呢 就是眼睛 眼有血管 於是可能會硬盲 真的 有時會影響心臟病 有時會影響腦的血管中風 有時腳會爛 但最重要是糖尿病影響腎臟的血管 有時會影響腎小球 影響腎衰竭 其實有沒有說糖尿腎病變 這個腎病大概有什麼症狀 還有現在因為糖尿病而變成腎病 要洗腎的人其實有多不多 第一件事先 就是糖尿病有什麼症狀 有糖尿病 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症狀 但如果有腎有什麼症狀 最初是沒有的 講明是沒有的 最重要是這件事 所以如果我們不做好西查 根本就不知道 好了 如果它再慢慢嚴重起來 有什麼事 可能會開始有腳腫 為什麼呢 因為糖尿病 腎病開始患的時候 會腳腫 可能臉色會越來越差 胃口越來越差 那時候開始知道它很慢 所以你說的是 糖尿病早期是沒有症狀的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如果說開 如果我1985年 之前我自己也做過一個研究 我將全香港的人 走來要求我 就是晚期腎病 洗腎的病人 那未必一定有得洗的 但我只是做一個研究 發覺有三成五的人 是糖尿病的影響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慢慢慢慢開始 到1990年左右 糖尿病 如果你在一個洗腎的中心裡 你看一下 起碼一半的病人 是因為糖尿病的 就是由三成幾 開始到一半 其實我知道糖尿病 其實都不是全部糖尿病 都會發展成神病 是 另外 就是三四成以外 其實有沒有說 有沒有一些高危 真的會令到糖尿病變成神病 是絕對有的 有幾樣東西我們要留意 第一樣東西 如果血糖控制得不好 經常都不聽話 亂吃東西 那些多數都會有 你都不聽話 經常的血糖都高 當然是 第二 就是如果血壓高 我們知道 很多時候糖尿病 和血壓根本是相乎相乘 一起來的 那要再加上血壓高 打擊就大了 第三 如果膽固順高 我們就有三高 如果你有草齊三高 你的神壞的機會 就會更加緊要 那第四樣東西 如果家人 有生晚期神衰竭的 你一定要很小心 那譬如父母 或是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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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糖尿病 而影響到腎壞了 你一定要很小心才行 那第四、第五樣東西 如果你有些癡肥 那些人如果肥的話 也會有這個機會 即是大了很多 那如果說 即是真的出現一些病症 那其實有沒有說 去到醫生那裡 要怎樣去做些什麼檢查 第一件事 我就希望你 不要讓你有腎病 我希望越早越好 原來就是這樣的 如果糖尿病 剛剛開始有的時候 你處理的方法 很簡單 很容易 而且很便宜 但是如果你說 你那時候不處理它 到開始慢慢慢慢嚴重了 到最後那時候 你要洗腎 它就貴了很多 而且就辣造了很多 那如果有糖尿病 其實有沒有說 應該要定期去檢查一下小便 是 要的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糖尿病 它影響到腎 第一件事 小便是一種微白蛋白 即是小便是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 是很少量的 普通的試指 做不到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有 有方法去驗出來 都不是貴的 如果驗到這個微白蛋白 即是知道 你現在已經開始有事 如果你現在醫治 就簡單很多了 但有時候未必 到可能它遲了 或者那時候不知道 那時候怎樣 那時候 除了小便 蛋白質已經高了 但是第二 我們可以驗一下 腎的功能 是怎樣 正常當一百 這樣才算 如果你少過十五 就要洗腎 這樣就把這個 分開五期 第一期是最好 其實最好當然沒有 即是第一期是最好 第五期是最嚴重的 分開它 這樣時候 每一期用的方法 都不一樣的 這樣 剛才你問我的問題 什麼時候才驗一次 小便 如果第二期糖尿病 一開始就應該先驗一次 接著每年做一次 每年一次都不是太困難 但這樣已經可以保障病人的安全 其實現在如果發展成為創尿心病 其實現在大概 可以怎樣治療 它是這樣的 當然最好就是早期 早期就是 微蛋白的程度簡單 可以吃一隻藥 一隻藥 就可以得到 而且是沒有副作用的 或者很少副作用 這樣 到可能第一期 或者第二期 第三期的話 還有藥可以吃的 可以 現在我們有四類的藥 可以控制它 我們說 這四類的藥 如果你用齊 或者全部都放進去 醫治它的時候 你可以將那個 那它的病 可能最後都要洗腎 但可以將洗腎的時間 推遲了17年 17年很長的時間 如果你想想 你17年洗腎 那錢用了多少 除了剛剛說 適藥 其實有沒有一些新式的治療方法 都適用在糖尿神病上 就是現在來說 主要都是靠藥物治療 但是呢 預防方面就很重要了 預防方面 就是說 你聽大家都說 自味病 即是味病 一開始要知道 那是怎樣呢 即是說糖尿病 開始的時候 驗一下有沒有微白蛋白 如果沒有 那就可以控制住 有及早醫是好的 而且最重要 就是其他的病 都要處理 比如血壓高 你只要糖尿血壓高 都要處理 譬如膽固醇高 或者所謂三高高 都要處理 所以這幾樣東西要處理 你的腎很安全 那其實現在 如果真的及早處理 就知道大家都知道 真的好很多 那有沒有說 坊間 或者政府 其實現在有沒有一些篩查 就是說 一年驗一次 我們可以怎樣驗到呢 那這件事 你真是讚一下政府 先 你不要經常罵政府 政府都很好 為什麼呢 如果你在糖尿病病 你去政府那裡看 你呢 他有一個計劃呢 每年和你做一次呢 他的風險 檢查 那其實他會有做的 但問題不在這裏 問題在 他根本上 連糖尿都未知 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 是吧 所以這個篩查 就會多些 我不是說 有糖尿病呢 你很安全 政府會和你做 但問題在呢 很多時候 就是說呢 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那如果真是說 一些未知自己有糖尿病的人呢 其實糖尿病 就是他都是自己 有沒有說 一些病症 真的 有這些就盡早去看醫生 盡早去做個檢查 嗯 這樣的 有的 如果糖尿病 就是最初 我們看過 如果糖尿病有什麼症狀呢 經常喝水 經常要去小便 因為他們下燒 因為血糖高 所以經常要小便 經常喝水 這樣 如果父母有糖尿病的時候 我會很建議你 就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因為糖尿病 你知道很多時候都有遺傳 糖尿病患者 記得控制好血壓和血糖 平時注意飲食 亦都要定期查一下小便 和腎功能 那就麻煩了何醫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